美国西蒙购物集团在洛杉矶举办了亚洲市场拓展发布会 邀请南加州旅游业者与会 共同拓展美国华人旅游市场 请看报道 在全世界拥有247家精品奥特莱斯及购物中心的西蒙地产购物集团 旗下的凯瑟皇宫精品街、安大涅精品购物中心等大型商场 一定为华人民中所熟悉 西蒙购物集团因应海外旅游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 特举办亚洲市场拓展发布交流会 由西蒙集团全球旅游业务市场总监Larry 和集团旗下的美国西海岸的多家著名购物中心的市场总监 与加州华人旅游业的业主进行对接交流 向他们介绍西蒙购物所提供的团体服务和奖励制度以及散客项目 希望携手华人旅游业者共同来拓展华人的旅游市场 在加州的国内的旅游界跟旅游公司交关系 就是get to know each other 跟他们说我们有什么好的精品店 跟好的奥莱斯跟公司店 有很多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在拉斯维加斯来的 San Diego来的 沙漠 Desert Hill来的 所以他们会跟他们面对面 跟他们谈 跟他们问说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想要帮忙你们 把你们的团来的时候 他们有很高兴 有打折 有VIP welcome 有 special visit 环球东方记者 李渔冲 若润基采访报道